同学,今天我们来录制那个财经导论的教师级课程简介 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它是名称是财经导论 我们学分数是三学分,我们开在一年级课程里面 那课程简介我们是在介绍金融领域的各项专业课程 给我们新生入学的大一新生同学们 了解一下我们财经呢,这个专业课程里面有哪些我们以后会学到的内容 这个部分呢,我个人是我姓何,叫何明英老师 联络的电话方是2782-1862,分机是168 那么以下是我的信箱 那办公室呢,我是在学生辅导中心I104教室 那么我的专业领域呢,是财经导论 金融数学跟统计学 本课程是介绍金融从业人员应该具备的专业知识 主要内容呢,涵盖了金融体系 证券期货市场 银行实物 信托实物 货币市场实物 保险实物等 那么我们也涵盖了如何打造财经专业的基础 各项专业训练的内容及应用 本课程主要教学目标在介绍财经领域的各项专业课程给大一新生的同学们 我们要引导同学在大四四年里面能够按部就班的了解跟修习各项财经课程 以增加专业知识跟技能 并配合课程要参与金融市场尝试及职业道德证照的考试 本课程为大学部一年级学生所开设 也适合其他有兴趣的同学自修学习 本课程具备的能力 基本能力其实是不需要的 就说你如果要有的话 那么就是说对我们这个金融体系有兴趣 并有基础认识的同学 我们课前预习依照课规预习课程 课程中我们积极的参与各项学习活动 并且在每个单元学习后回家练习 金融市场尝试及职业道德证照考题测验 这个我们在课程里面 我们会给同学做一些整理 根据课程做一些整理 然后在每次上课单元上完以后 我们就会负债给同学当作业 那么回去练习以后 我们就可以验证了同学在上课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了解老师上课所讲的内容 好课后呢 习题如果不会或是观念尚未了解 那么在下一堂课我们会做那个解答 那么如果你的答案跟你所练习的答案 跟老师给你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就代表说你的观念没有清楚了 那我们应该在下一次上课呢 就说提出或是课后辅导时间 与老师教学助理做讨论 那么我们的单元是 第一单元是金融市场导论 第二周呢 我们进行第二单元跟第三单元 利率以利率的决定 结构跟资讯内涵 那么第三周我们进行第四单元 资产选择理论 第四周上第五个单元跟第六个单元 中央银行制度跟货币政策的目标与工具 第七个单元上货币市场 第八个单元上债券市场 第九个单元上股票市场 第十个单元还是股票市场 因为股票市场我们可能要教的概念都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会根据两个单元来讲它 最后在第九周我们会有一个期中考试 那么它考题的内容呢 我们基本上是根据的金融市场与职业道德 这份试题里面来出题 第十一单元是共同基金 第十周就考试完那一周呢 我们就上第十一单元共同基金 第十一周进行第十二单元远期契约 第十二周进行第十三单元期货市场 第十四单元进行 而第十三周进行第十四单元的选择全市场 第十四周进行第十五单元金融交换 第十五周进行第十六单元欧洲通货市场 第十六周进行第十七单元国际债券市场 第十七周呢 我们把第一周到十七周的那个单元呢 做一个总复习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十八周是一个期末考 那么我们成绩考核的方式呢 第一个是平时测验 那么测验分数呢 占全部分数的20% 我们这个课程是一个课程融入服务学习的课程 所以我们必须要看看你服务的现场表现 也占百分之二十 那么期中考呢 我们是成绩 以期中考成绩呢 在百分之三十 那期末考呢 我们是以期末考成绩占百分之三十 那么我们在课程活动跟参与的状况 还有证照取得的情绪 取得的实际状况 我们会斟酌加减分 那在未来学习的方向里面呢 我们有相关课程 金融市场等课程 然后延伸课程 有理财规划 实务等课程 那么同学 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只能概略的将财经 财经系 未来所修习的课程 做一个大概的讨论 让同学有个基本概念 那么希望同学在这个课程里面呢 能够做一些基础的了解 那么未来学习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非常的陌生 跟不知道是为什么要学习 好 谢谢同学 那么希望同学呢 能够认真的学习 那么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能够互相的讨论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 好